好,各位考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五节 关于税务登记与发票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里面的话主要设置掉一些程序法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税务登记管理 那么税务登记管理主要是指的是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一些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登记 并聚于对纳税人实施一些管理的一些法定的制度 我们叫做税务登记 那么税务登记的话按照登记内容的不同 我们又分为什么呢 包括一些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停业副业登记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税务机关 对纳税人实施税收管理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和环节 使这纳税双方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和证明 也是纳税人依法必须履行的一些法定义务 那么在这里面按照登记的事项的不同 那么在这里注意一下有关的一些时间和地点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设立税务登记 开业登记也叫做设立登记 那么在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谁去设立,谁去登记 什么时候登记,到哪里去登记的问题了 首先第一个,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也就是说你只要去从事生产经营的 那你要办理什么,税务登记了 领了营业执照了 那么我们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期的30天内 到这个所在地,也就是生产经营所在地 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 第二个,如果说你没有领取营业执照 但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设立了 那么我们自批准设立之日期的30天内 那么你也要去办理什么,税务登记 也是在生产经营地 如果说没有办理工商执照 也没有经过批准设立的 那你也要干嘛登记 只要你是从事生产经营的 我不管你有没有执照 对不对,你都要进行登记 就这意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既没执照,也没经过批准 就从事生产经营的 那么我们自纳税由发生之日期的30天内 到生产经营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来办理税务登记 也就是说第一,这一大块的内容 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说只要你是从事生产经营了 我不管你有没有执照 你都要办理什么登记 有执照的那最好 领取营业执照知识期的30天 没有执照,看有没有批准 经过批准的,批准知识期30天 既没执照又没批准的 我们纳税有发生知识期的30天 清楚了吧 再看第二种情况 有独立的生产经营权 在财务上独立核算 并定期向发包人或者出租人 上交承包费或者租金的 承包承租人 你要办理税务登记 那么我们自承包承租合同 签订知识期的30天内 向承包业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 来办理什么税务登记 第三个是境外的企业 注意一下是境外企业 在中国境内 承包建作 安装装配 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 你要登记 我们自项目合同或者协议签订 知识期的30天内 在项目所在地来办理税务登记 还有一些其他纳税人 其他纳税人主要是指的是什么 除了国家机关 个人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 农村小商贩以外 流动性的小商贩以外 那么其他纳税人 那么自纳税发生 知识期的30天内 我们在纳税义务发生地 来办理什么税务登记 这些我们叫做设立登记 那有设立就会有什么 变更 变更登记 那变更登记的话 是指的是我当时在设立登记的时候 的一些内容发生改变了 那么我们要向税务机关办理什么 变更登记 然后办理变更登记 我举个例子 M公司 本来这个注册资本是1000万的 现在我们公司股东会决议 增资变成5000万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向税务机关 要办理什么 变更登记 为什么一开始 你向税务机关办理 认缴的出资额是1000万 现在一下子变成多少 5000万了 那你肯定要调一调吧 对不对 那你公司法人原来是张三 现在改为李四了 那你也要去办理什么 变更登记 对不对 这我们叫做变更登记 还有一种是什么 注销登记 注销登记是指的是 我们原来设立的内容 税务登记的内容 发生什么 根本性变化 需要依法终止履行纳税义务 而向税务机关办理的登记手续 我们叫做什么 注销登记 那注销登记其实我们常见的 你比如说我们公司解散了 破产了 对不对 退出经营了 或者说我们不是有经营期吗 营业执照上不是有个经营期吗 经营到期了 我们股东会就不再继续接营了 那你办理一个什么 注销登记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是叫做注销登记 第四个叫做停业和复业登记 你有停业登记就会有复业登记 你停了业了 你后续还要继续营业 那办理复业登记 对吧 那么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停业复业登记并不是所有的纳税人都使用 它只有一类纳税人可以使用 画一下 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 我们实行什么 停业登记 在停业期内如果要停业的 那么我们可以向税务机关办理什么 停业登记 那停业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什么 一年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 还是要造商申报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什么情况下办理停业复业登记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首先你是个个体工商户 而且实行的事叫做什么 定期定额 什么叫定期定额呢 就是说有一些个体工商户 因为会计核算有限 会计核算水平有限 所以说它并不是按照你实际的经营收入 来对你进行征税的 反正你也算不准你的收入成本费用到底是多少 那我就实行定期定额 定期定额就比如说 我对你这个个体工商户 比如说你开了个小卖部 你开了个小卖部 然后在干嘛 我们对你实行定期定额征税 比如说一个月交两万块钱就算了 我不管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一个月就给我交两万 每月两万 这叫定期定额 听到东京是吧 每月定期定额两万 你就这么来交税了 我不看你营额了 你营额算不准嘛 对不对了 你快捷核算水平有限嘛 所以说我们这种就要做什么的 定期定额征税 但这种情况下面 像这种小卖部 我举个类似 比如这种小卖部开在学校 打个比方 开在学校里面 现在学校有暑假 两个月 学生放假了 那你这个小卖部也不要 你小卖部你就关掉吧 对不对 你也回家去过暑假去吧 不是过年 就过暑假去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向税务机关 申请什么 停业等级 也就是至少在这两个月里面 我不用交这两万块钱 也就是四万块钱 两个月就四万了 对不对 这四万块钱你就不用去交了 如果说你不办理停业登记的话 怎么办 你尽管关门了 因为你没有停业登记 我们还是定期定额 七月份交两万 八月份再交两万 这四万块钱 你还是要照 照样要交的 但是你办了停业登记的话 那至少在停业期内 每个月两万就不用交了 所以说只有是实行 定期定额征税的纳税人 我们才有停业登记 而且停业期不能超过一年 对不对 然后在如果说七月八月里面 你偷偷营业了 发生纳税 这种情况下还是要照商征税的 等到九月份开学了 你再办理什么 负业登记 那么九月份 每月交多少 两万 就这意思 听懂了没有 那作为一般企业 一般企业的话 你说 我七月份八月份 因为天热高温 我停产停业 不营业 那不营业行吗 行 可以的 对不对 你要不要办理停业 负业登记 不需要 你七月份八月份 就做零声报就行了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是正常的 一般企业 那这个时候 七月份八月份 因为高温 我停产 不营业了 那我七月份八月份 没有收入 那我七月份八月份的收入 该怎么申报 零声报 报还是要报的 对不对 但做零声报就行了 这倒知道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了解一下 注销登记 下列情形当中 应当做的是注销登记 A选项 改变生产经营方式 你觉得是什么登记 变革 B选项 被市场监管部门 吊销营业制造 营业制造被吊销掉了的话 那你说你还能够生产经营吗 不能 发生根本性改变了 营业制造都被吊销的话 那你税务登记要进行什么 注销 这是注销 C选项 纳税人改变名称的 张三公司改为张四公司 张五公司 你实体还没有发生改变 那做什么 变革登记 B选项 纳税人改变住所和经营地 没有涉及到 主管税务机关变更的 也就是说 未改变原主管税务机关的 比如说我们公司 这个搬迁了 但是呢 薪纸 还是这个机关来进行管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的是什么 变更登记 但是我说一下 这个地选项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公司 原来是注册在哪里 北京海淀的 比如说北京海淀 中关村 现在搬到哪里去了呢 搬到朝阳三里屯 北京反正就这几个大地方 这个时候 我们变的登记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要做 注销登记和开业登记了 什么意思 原来我们公司呢 是注册在北京市海淀区 那么拿到营业策造之后的 30天内在海淀区税务机关 那里办理什么 税务登记 这是开业登记 开业登记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 我们要搬迁了 公司注册地址 从原来的海淀区 中关村 挪到哪里呢 挪到了朝阳区 三里屯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税务机关 不再是海淀区的税务局了 而是谁呢 朝阳区税务局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在海淀那里 做的是什么 注销登记 然后再朝阳 再做什么 开业登记 清楚了吧 但是你说 公司地址搬迁了 这个搬到哪里 搬到卫工村了 从中关村搬到卫工村 中关村搬到卫工村 比如说像我们冬奥 冬奥它的办公地址 就在卫工村 我去过 然后呢 卫工村往北 那就是什么 三里屯 海淀黄庄那里 不是三里屯 不是三里屯 就是那个中关村了 海淀黄庄那里 这些都是属于海淀区的 对不对 你说我原来公司 就是注册在哪里 中关村 海淀黄庄那里的 现在搬到哪里 搬到卫工村 冬奥旁边去了 那这时候 主管税务机关 还是哪里 还是海淀区 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我们办的是什么 变更登记 我们办的是变更登记了 在他指导下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发票管理 那发票管理的话呢 我们了解一下 增着税的专用发票 我们常见的 专票 由国业税务主管部门 指定的企业印刷 那其他发票 那么按照规定 由省级税务机关 指定的企业来进行印刷 没有经过税务机关的指定 不得印制发票 因为发票很特殊 对不对 它是属于相应的 我们纳税凭证 这个相应的 一些相应的 我们的会计凭证 这个发票 你不能乱搞 尤其是这种专票 专票还是考虑到 一个抵扣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专票的话 都是总局指定的企业 来进行印刷的 其他发票 像一些普票 一些定额发票 等等一些其他发票的话 我们是由这个 省级税务机关 指定的企业来进行印刷 第二个 需要领购发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持税务登记证件 经办人身份证明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 样式的发票专用商 和的一些印模 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发票领购手续 主管税务机关 根据领购的单位 和个人的建议范围规模 认购发票的种类 数量和领购方式 在五个工作日内 给一个叫做发票领购本 发票领购本 其实现在都还有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现在 办理了税务登记了 我们公司开业了 办了税务登记了 那就是说 在办理税务登记的同时 你再买一本 你再做一个发票领购本 也就根据你企业的 整体的经营范围和规模 你预计的 比如说你每个月 开票开多少 我给你 比如说真的 所以发票的一个 种类数量 以及领购的方式 那领购方式 我们也可以直接到 税务大厅里面领购 现在也可以在 网上税务局 来进行领购的 对吧 这大家知道一下 以前的话就是说 以前我告诉你 以前到税务局 去买发票的话 一个发票领购本 一定要带着的 然后还有什么 发票专用账 对吧 然后每次旧的发票 要带过去 交旧验新 然后再去买新的发票 对吧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三个 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 单位和个人 我们可以评 这个购销商品 提供或者接受的服务 以及从事其他 经营活动的一些 书面证明 经办人 身份证明 直接向当地的 经营地的税务机关 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 来申请代开发票 这是临时的嘛 就代开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有关规定 应当缴纳税款的 税务机关 应当先征收税款 再开具发票 税务机关 根据发票管理的需要 可以按照总局的 有关规定 委托其他单位 代开发票 禁止非法 代开发票 再看第四个 临时到本省 直辖市 这个自治区 直辖市以外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单位 应当凭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的证明 向经营地的税务机关 来领购发票 然后税务机关 对于外省 来本辖区 从事临时建议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领购发票的 我们可以要求提供 担保人 保证人 或者说是根据 领购发票的面额 数量 交纳不超过 一万人的保证金 并限期缴销发票 安期缴销发票的 那么要解除 担保人的担保义务 或者退换保证金 没有安期缴销发票的 有担保人 或者说是 以保证金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强调是临时 那比如说我们公司 注册在北京 临时到上海生产兼营了 那这种情况下面 既然是临时的 那你这个时候 基本上我们在北京 当地开具相应的证明 然后在上海 兼营 然后在上海税务机关 领取发票 在上海开票的 是这意思 但是你说我长期 在上海兼营了 那你基本上 就在上海找个地方 来进行注册 哪怕注册一个分公司 也好的 对不对 第五个 除总局规定的 特殊情形外 发票 限于领购单位和个人 在本省范围内开具 也就是我们发票的话 请他做一下 空白发票是不能够 带出境的 不能够带出辖区 什么意思呢 你看下第六点 就是说除了有规定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跨区使用 这种跨使用区域 携带邮寄运输 什么发票呢 空白发票 禁止携带邮寄运输 空白发票出入境 也就是比如说 我们公司注册在北京 然后我在北京 当地的税务机关 领取了发票了 购买发票了 那这个你当时 买的发票都是空白发票 都是新的发票 对吧 新的空白发票 这个时候 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这个发票 是在北京领购的 那你只能在北京填开 这是要求 你要带出北京市范围的话 必须是填开好以后的发票 你才能够带出去 你不能够把这个 在北京领购的 这种新的空白发票 带出北京市下去玩 这是要求 第七个 发票 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 来进行存放和保管发票 不得擅自损毁 已经开具发票的存根联 和发票登记本 应当保管几年 五年 保管期满后 保税务机关 查验后销毁 我们现在 我说一下 现在我们发票 已经没有存根联了 我们现在都是机开发票 以前手写发票 是有存根联的 机开发票是没有存根联的 因为机开发票的话 你真的最发票 也就是说 正常的真的最发票就三连 发票连 记账连 抵扣连 发票连 抵扣连 是给对方的 我们记账连 拿发票记账 就行了 就一连就行了 没有存根联 你普票也就两连 记账连和发票连 就少了一个抵扣连而已 你公司自己要做账 留记账连 给客户发票连 就怎么回事 现在已经基本上 没有什么存根联 这个说法了 现在机开发票 都没存根联的 你要存 我们经税系统里面 都有开票记录的 你自己去导出来就行了 也就不存在一个 存根的问题了 这他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那么第六节的话 主要讲的是 关于纳税的申报 和税款的征收的问题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纳税申报 谁去申报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纳税申报对象 包括什么 负有纳税义务的 单位和个人 包括临时取得 应税收入 和发生应税行为的个人 享有减免税待遇的 纳税人和扣交义务人 也就是我们讲了 负有纳税义务的 单位和个人 以及扣交什么义务人 那么在这里面 你临时取得应税收入的 你也要进行申报 你享受减免税待遇的 你也要申报 所以说在第二点里面 在纳税期内 你没有应纳税款的 我们也要按照规定 进行纳税申报 就是零申报 对不对 你说我享受 增责税减免税优惠待遇的 我们也要进行申报 对不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如果说按月申报 现在按月申报不超过15万 按季申报不超过45万的 我们是什么呢 免征增责税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现在一个季度 比如说我三季度 我开票金额只有40万 没有超过45万 我是免征增责税的 但是你说要申报吗 还是要申报的 对不对 还是要申报 免税的也要申报 你说我三季度 我零收入 要不要申报 要 也是什么 也要申报 零申报 申报内容的话 就是看你具体的税总 具体的按照申报表的要求 来进行填报就行了 对吧 申报方式 有直接申报 邮寄申报 和数据店门申报 直接申报呢 就是你自己到半岁大厅里面去 直至申报了 对吧 现在基本上 有吧有的 但很少 只有是在你企业注销的时候 我们才直接进行申报了 对吧 你注销要进行清算 清算的时候 有个清算所得 那这时候 我们直接进行申报了 邮寄申报 一些拼引地区 还有 数据店门申报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什么 网上申报 就是用数据店门申报 然后再看第四个 延期申报的管理 那么纳税人因为有特殊困难 不能安期申报的 那么经过限以上的税务机关的核准 可以延期 那么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 向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的延期申请 经税务机关审核 在核准的期限内来办理 经过延期办理纳税申报的 那么应当在纳税期内 按照上期实际交纳的税额 或者说是税务机关 核定的税额来进行什么呢 预交 那么并且在延期内办理纳税的结算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八月份的税 应该是在九月十五号之前 要进行申报的 但是因为种种 由于种种原因 我现在九月十五号之前 没有办法进行申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向税务机关呢 限以上税务机关的书面申请 我要晚一点 那税务机关如果说核准同意的话呢 比如说税务机关说 本来说是九月十五号是最后一天 对不对 那行啊 我让你九月二十号 作为最后一天申报 那税务机关核准之后 那是这么说的 那么这个就叫做延期了 那至少的话 延期的话呢 会有你一笔预交税款 那预交是怎么预交的呢 由税务机关核定 你先交一笔钱吧 对不对 或者说是你按照七月份的增的税 七月份的税来预交一笔 上期的实际交到的税款来预交一笔 等到九月二十号之前 你办理纳税申报之后 算出结清因纳税款之后 按照你预交税款 多推少补就行了 这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 下一列属于纳税申报的对象 A选项 代扣代交义务人有的 享受减免的纳税人也要申报了 C选项 因纳税期内没有因纳税款的纳税人 要不要报 报 零申报 D选项 享受免税的纳税要不要报 也要报 ABCD全选 好我们再看到多选题 下列申报方式 符合证官法规定的 有哪些申报方式 A选项直接申报 有的 网上申报 有的就是数据电门申报 C选项邮寄申报 有吗 有的 D选项口头申报 有吗 没有 口说物品 没有口头申报的 那么好 我打个电话就把这个税给报了 有那么好的事情 ABC 好我们再看税款的征收方式 那么税款征收 要遵循一些原则 我们来看一下原则 第一个税务机关是征税的 唯一行政主体 也就是说除了税务机关 有征税权的一些税务机关以外 那其他的行政机关是没有征税权的 这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税务机关只能按照 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进行征税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定原则 第三个税务机关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开征 停征 多征少征 提前征收或者延缓征收 或者摊派税款 这个不允许 也就是说你至于交多少税 严格是按照税法的规定执行的 不能够提前征 也不能完征 也不能摊派 知道什么叫摊派吧 以前一些 尤其是部分地区 这个我们 其实税收收入 有一定的指标的 它有地方的一些指标 那这个时候 你指标完不成的话 当地企业税务机关 就可以当地企业进行摊派 摊派税款 你要交多少税 你要交多少税 并不是按照你的实际经营收入 来进行征税 而是按照我们这个指标 来进行摊派 以前有抓得很严 现在是抓得很严 现在不允许 现在你搞这东西的话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说 你某个地区去 某个县 某个区搞摊派税款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东西 一旦举报到中央的话 你这个地方的话 一把手全部要一锅端的 你的行政前途 你的政治前途就没了 所以说当地的话 也不敢搞这个问题 以前有 现在已经抓得相当严格了 第四个 税务机关根据税收 必须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 必须遵守法定的权限 和法定的程序 第五个 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 或者说是扣押 查封 商品 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时 必须向纳税人 开具完税 凭证 或者说是开付 查封扣押的清单 或者收据 第六个 税款 质纳金罚款 一并由税务机关 上交国库 第七个 税款优先 也就是在一般情况下面 税收要优先于 无担保的债权 纳税人发生欠税债钱的 那么税收要优先于 抵押权治权和留置权的执行 而且税收要优先于什么 罚款 没收非法所得 这个我们在讲合同法 在CPA经济法里面的合同法 破产法里面 我们都会遵循这个原则 就是看你这个税收收入 到底是在前还是在后的 这是有一些优先原则 比如说你像企业破产 那企业破产清算的话 第一个清算 第一个先还的是什么 先支付的是职工工资 社保 然后是清算费用 然后如果说是欠税在前的 那么这个税款优先 然后再是一些什么有担保的 无担保的债权等等 知道一下 好 我们再看税款的征收方式 那税款征收方式的话 我们经常会听说一种叫做查账征收 这是我们目前企业 最普遍的征收方式 叫做查账征收 什么是查账征收呢 它就是说税务机关 按照纳税人提供的账表 所反映的基因情况 依照适用的税率计算 交纳税款的方式 我们叫做查账 简单的讲 我们告诉各位 什么叫查账征收 我们其实我告诉各位 查账征收的话 原则就是什么原则 就是说你自己做账 自己报税 报完税之后 税务机关觉得 你这税有问题的 怀疑你的 怀疑你报税的金额的 我们在税务机关 再反过来再来查你的账 那这种我们就叫做查账征收 听得懂这意思吧 那么一般是适用于什么呢 适用于这个 企业会计制度 较为健全 能够认真履行 纳税义务的单位 那么我们一般用的是查账征收 除了查账征收以外的 其他的征收方式 我们统称为什么 核定征收 我们很多情况下 都称之为核定 这种核定包括查定 查业 定期定额 这些我们都可以 把它叫做核定征收 所以说我们 尤其是在企业所的税里面 我们企业所的税 一般情况下 都叫做查账征收 剩下来的叫做核定征收 那么核定征收里面 我们有几种方式 其中一种叫做查定征收 什么是查定征收呢 是指的是税务机关 根据纳税人的从业人员 生产设备 采用的原材料等情况 对其生产的应水商品 采用的是查实和定产量 销售额 并具于征税的方式 也就是说查实和定产量的 那叫做什么 查定征收 那么一般适用于什么 账策不健全 但能够控制原材料 或者进销存的单位 查验征收呢 是指的是税务机关 对于纳税人 因纳商品通过什么 查验什么 数量 按照市场的一般 销售单价 计算其销售收入 并具于征税的方式 那么这叫做查验征收 查验征收呢 主要是适用于一些 经营品种比较单一 经营地点时间啊 商品来源不固定的 一些纳税单位 我们可以用查验征收 定期定额呢 主要是通过典型的调查 足够确定营业额和所得 并具于征税的方式 主要是用于什么 无完整考核依据的 小型纳税单位 比如说个体工商户 我们都一般情况下 没有用的都这种 定期定额征税方式 比较多一点 给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委托代征 那么委托代征的话 主要是税务机关 委托代征人 以税务机关的名义 来征收税款 并将税款交入国库的方式 那么主要是用一些 小和零散的税源征收 比如说像我们的车辆购置税 我们税务机关呢 就委托车管所 来进行什么 代征 我们的这个车传税 那么就税务机关 就委托保险公司 来进行代征了 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多选题 符合征管法规定的 征收方式有哪些 这基本上ABCD都审了 你看一下 一选项 税务机关通过典型调查 逐步确定 营业额并据征税的方式 那这是属于什么 这个定期定额 B选项 税务机关 按照纳税人提供的账表 所反映的经营情况 按照适用的税率计算 交纳税款的方式 这是查账征收 C选项 税务机关 对纳税人的 因纳税商品 通过查验数量 按照一般销售单价 来计算其销售收入 并据征税的方式 这是什么 查验征收 B选项 税务机关 根据纳税人的从业人员 生产设备 原材料等因素 对其生产的 因税商品实行 这个查实核定产量 销售额 并据争确的方式 这是查定征收 这边都知道一下 ABCD全选 在专题里面的最后一节 我们主要是涉及到 行政处罚和行政复役的内容 那对于行政复役的话 其实我们在初级职称里面 我们是讲过的 我们对于一个行政复役的范围 这我们是讲过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 有关的一些行政处罚 那么行政处罚 是指的是公民法人或者组织 有违反税收征管 制式的一些法律行为 但没有构成犯罪 那么依法承担行政责任的 那么有税务机关给予什么呢 行政处罚 出犯我们是不会构成犯罪的 尽管你金额特别大 那么我们是什么 不构成犯罪 我们什么情况下 构成涉水犯罪 就是说履交不改 不是出犯 履交不改 而且是金额特别巨大的 基本上你倒了没了 你这个时候就要出犯刑法了 就要承担相当行事责任 所以说你说像 冰冰爽爽 对吧 这种情况下的话 因为是出犯 我们就不构成犯罪 那就要干嘛 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 就罚款吧 那么罚个几个亿 反正他们也有钱 我们如果说是几个亿的话 如果说税务机关 让我罚2.99个亿的话 我明天就商调 这个东西拿不出来 对吧 这个你让我怎么罚 你让我 当然了 谁让你违法的 对不对 如果我不违法的 如果我不违法的话 也不可能有2.99个亿的罚款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说这个知道一下 那么行政处罚的原则 那么有几个原则 包括法定原则 公正公开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原则 然后是过罚相当原则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那么监督制约 等等这些原则 那来看一下 有关的行政处罚的设定和种类 这要了解一下 税务机关 及其下级的税务机关 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 那么在法律法规规章 给予的行政处罚 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行为总类幅度范围内 做出具体规定 那么这是 是一种执行 这个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不是对于行政处罚的 一种什么设定 这首先要知道一下 一些规范性文件 那规范性文件 也就是相当于一些红红文件 那么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那么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这个不属于设定 这个首先要讲清楚 这不叫设定 设定的话 只能在哪里设定 设定只能在法律法规 这个规章里面来进行设定 规范性文件 我们不做设定 只是对于这些内容 做出一些具体的表述 划分范围 那其实这个不算设定 这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对于设定 由谁来设定 设定哪些处罚 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一个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设定的是什么 法律 我们叫做税收法律 对不对 那么请打注意一下 法律我们在这里面 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也就是说可以制定 任何种类的行政处罚 在法律 因为它层级很高 对不对 法律是最高层级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 法律里面 设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 我们是没有限制的 你可以制定任何的行政处罚 第二个国务院 国务院制定的是 税收什么 法规 那么请打注意一下 在行政法规里面 我们设定的行政处罚 只有一个除外 什么 限制人身自由 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 剩下来的行政处罚 都可以设定 也就是说 我们国务院制定的税收 行政法规里面 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以外 我们其他的都可以制定 这是一个 第三个 总局 那总局的话 是国务院各部委 制定的是税收什么 规章 那么规章里面 我们主要设定的是什么 警告和罚款 警告和罚款 那么罚款 我们有上限的 我们总局规定了上限 我们来看一下罚款的上限 在非经营活动里面 我们罚款是不能够超过多少 一千块钱的 不得超过一千 小于等一千元 第二个 在经营活动当中 有违法所得的 在经营活动里面怎么看 有没有违法所得 有违法所得的 那么我们设定的罚款 是不能够超过 违法所得的几倍 三倍 且最高不得超过多少 三万 没有违法所得的 我们罚款不超过多少 一万 所以说在总局制定的规章当中 我们可以设定罚款 那罚款有上限 怎么上限 看第一个 是不是 经营活动 非经营活动的罚款 不得超过多少 一千 经营活动的罚款 我们要看有没有违法所得 如果说没有非法所得 不超过一万 有非法所得的 不得超过非法所得三倍 且最高不超过三万 就这意思 所以说你看一下 一年曾经考过一道多选题 关于行政处罚的设定 表述正确的 A选项 总局对于非经营活动 处罚不得超过一千元 没问题 B选项 总局对于非经营活动 罚款不得超过五千 不对 C选项 总局对于经营活动 没有违法所得的 罚款不得超过多少 一万 D选项 在经营活动里面 有违法所得的 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 罚款不得超过什么 三倍 且最高不超过多少 三万 所以说正确的 选的是ACD 选的是ACD 这种东西的话 就有常识性的东西 听一听 基本也不需要 你花很多时间去记忆 尽管要求掌握 但是呢 也不需要花你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基本听一下 就行了 那么税务行政处罚的总类呢 一个是罚款 前面已经讲了罚款的上限 除了罚款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没收财务 非法所得 然后停止出国退休权 以及总局法律法规 规章制定其他的一些 行政处罚 这大事了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多选题 属于我国税务行政处罚的 总类的A选项 罚款有吗 有 B选项 支纳金有吗 没有 C选项停止突口退休权有吗 有 收假发票 暂停供应发票 没有 选择是A和C 选择是A和C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的行政复议的内容 行政复议其实在我们初级支撑当中 应该讲过 对不对 那我在这里复习一下 相当我们复习一下 行政复议呢 主要是指示当事人 不服税务机关 或者工作人员 做出的具体宣言行为 不服的 那么我们向上级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那么复议机关 经过审理 对原税务机关的 具体宣言行为 做出维持变更 撤销等决定的活动 我们叫做什么 行政复议 那么对于行政复议 还不服的 我们可以提出什么 行政诉讼 那么行政复议呢 有一些特点 第一个 当事人以当事人不服税务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 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前提 我服的 你还提什么复议啊 对不对 第二个 复议因为当事人的申请而产生 也就是只有当事人申请 才会有复议 税务机关 不会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复议的 只有我们涉税当事人 对于这个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服 我们才能够提出复议 第三个 行政复议案件 原则上 一般由上一级的税务机关 来进行审理 这是我们讲复议机关的管辖 原则上是找你领导嘛 找你上一级嘛 对不对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复议管辖 一些特殊要求 那么特殊要求的话 我们在这个技术班当中 我们再给各位考生 再另行的做介绍 另外 对于征税问题的争议 复议是行政诉讼的 必经前置程序 这是很特殊的 也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行政复议 对于一些 一般的一些行政行为不服的 我们强调讲一般的 一般的行政行为不服的话 你可以先复议再诉讼 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唯独是跟征税有关的争议 我们必须是什么 先复议再诉讼 你不能直接提起诉讼 对于征税有关的争议 你只能是先复议再诉讼 如果说你要提起诉讼的话 必须要先经过什么复议 才能够提起诉讼 这是要求 这个是要求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复议的备案范围 哪些情况下面 我们要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 首先第一个征税行为 而且在这里讲了 小册子里面 画了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叫必经复议 也就是说 跟征税行为有关的争议 我们如果说有这种争议的 跟征税行为有关的争议的 我们必须是什么 先复议 然后才能够提起诉讼 那么哪些是属于 征税行为的争议 我希望你们对于这一块的内容 请各位要去记一下的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 确认纳税主体 征税对象 征税范围 减税 免税 退税 抵扣税款 适用税率 继税依据 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 纳税地点 征税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 不符的 第二个 征收税款 加收支纳金 不符的 第三个 扣交义务人 受税务机关委托的单位和个人 做出代扣代交 代收代交 这个还有什么 代征行为不符的 那么这些都叫做征税行为 那不符的 我们只能是什么 先复义 再什么 诉讼 除了第一条以外 剩下来的十一条 我们是选择复义 什么叫做选择复义 你可以是什么 先复义 再什么 诉讼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是直接提起什么 诉讼 听到这次吧 也就是说 从第二点到第十二点 这十一条里面的 具体行政行为不符的 你怎么办 你可以先复义 复义不符再诉讼 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什么 行政诉讼 唯独第一个 跟征税行为有关的争议 你要提起诉讼 必须是什么 先复义 听到这次吧 你对征税行为不符的 如果说你要提起行政诉讼的 只能是什么 先复义再诉讼 这是要求 剩下来的是一条 你不符 怎么办 你可以直接诉讼 也可以是先复义再诉讼 那哪些呢 行政许可 行政审批 发票管理 这发票管理包括什么 销售发票 收缴发票 代开发票等 还有纳税 这个税收保全和什么 强制执行 那么税收保全的措施 和强制执行的措施 我们在基础班当中 会给各位考生单独的 给各位考生做介绍 第五个 行政处罚 第六个 不依法履行 规定职责的行为 第七个 资格认定 第八个 不确认纳税担保 第九个 信息公开 第十个 信用评级 第十一个 出入境 第十二个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 那么这十一条 第二点到 第十二点 这十一条的 具体的行政行为 不符的 我可以是先复义 再诉讼 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唯独第一条 跟征税行为有关的争议 必须是什么 先复义 再诉讼 所以说对于第一条理念的 征税行为 一定要去记忆的 这是要记忆的 懂了吧 那么此外 表格下面还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申请人认为具体的行政行为 所依据的下列规定 不合法的 那么我们对其行政行为 申请复义时 我们可以一并向复义机关 提出对于有关规定的审查申请 申请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 提出行政复义申请时 不知道该向具体行政行为 所依据规定的 我们可以在复义机关 做出复义决定前 提出对于规定的审查申请 哪些规定呢 总局和国务院 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规定 各级税务机关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规定 但这个规定不包括什么规章 这讲清楚什么意思 我们表格里面这12条 叫做行政行为 你对于行政行为不符 当然按照这12条的内容 我们可以复义 或者说是其中11条 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税务机关对我做出某个行政行为 它肯定会有依据 有的依据是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 有的依据是什么 政府规定 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对于规定提出审查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法律 法规 规章 是不能够进行审查的 对不对 比如说税务机关对于 按照某某法 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行政行为 我对这个行政行为不符 我可以申请复义 对不对 但是不能够对于某某法律 某某法规 某某规章 来申请审查 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如果说税务机关根据某某规定 做出某某的行政行为 我对于行政行为不符 可以复义 同时可以对于这个某某规定 也可以进行什么 审查 听出了吧 这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到多选题 纳税人不符具体的行政行为的 应当先依法申请复义 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你既然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那必须是先复义再诉讼 对不对 那肯定是跟什么 跟征税行为有关的争议 A选项 不予接免税的 这是征税行为 B选项 加收支纳金的 这是征税行为 罚款 不是 纳税担保 不是 选的是A和B 所以说这个表格里面 第一条一定要去背的 这注意一下 再看第二个多选题 不属于行政复义的受爱范围 或者审查范围的 A选项 总局制定规章的行为 规章我们是不能够进行 复义的 不能进行复义审查的 必选项 税收保全 可以复义 征税行为 可以复义 做出的处罚行为 可以进行什么 复义 选的是什么 BCD 选的是BCD 这基本上都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花了 三四讲的时间 把我们这个第一个专题 一些涉税的基础 就给各位考生 就介绍了 那么有了这些基础 那我觉得 后续我们从第二个专题 开始 我们讲具体的一些什么 实体税种的一些学习 一些基本的一些 征税范围 一些适用的税率 计税依据 应纳税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计算 包括一些税收优惠 征税管理 一些基本的一些要求 我觉得有了前面 这个专题的一些 涉税基础了 那你后面再去听 实体税种的一些学习 相对而言 就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了 但我们后面 第二个专题之后 我们从第二个专题开始 我们学这些实体税种的话 也是讲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理 你讲多了 那就变成基础班了 也没这个意义 对不对 你后面还要 等新教材出来以后 三月份我们再 有真正的基础班去上线 那么后面这些专题 主要是对于 零基础的一些考生 我们要补充一些 涉税的一些原理 一些涉税的基本原理以外 还有一些实体法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 概念性的东西 要一点点的 稍微的 做预习阶段的一些学习 那么 第一个专题 我们涉税基础 就给各位考生介绍到这